世界面临末期的改变 世界末期的改变 而有些我们大家都见得到的 就在2那里讲到经济的问题 我们一起读一下启示录 第六章六字 一钱银子买一星墨子 一钱银子买三星大墨 油和酒不可租讨 这也讲到食物很贵 油和酒都不可租讨 食物和油和酒 有些人说这是否讲食油 现在我们用电油 因为普通煮食的油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 资源软缺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原因 风暴 洪水浸了很多地方 浸了很多农作物的地方 以及大家以前听我说的 蜜蜂死了很多 为什么死了很多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农药 那些蜜蜂吃了农药之后 那些蜜蜂受不住 蜜蜂死了很多 所以将来他们种植时也很有问题 也有很大的地区那些树 那些柏树 给一些很小的小的虫子 一路吃 吃到越来越 全部变黄了 很多地区都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越来越多 悍灾 风暴 所以食物是会短缺的 我们这是一个面对的 你有没有圣经 你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真的要面对这个 将来的饥荒 悍灾 风暴 在我们来说 有圣经我们就知道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 圣经一早说定的东西 全部一起应验 这么多东西 战争 饥荒 瘟疫 扰乱 疾病 很多种病 这样无端白事 什么病都有 这样出现 我上次说过 就是性病 在有些年轻人中很多 在普通人 就是五个人中 有一个有性病 你说同学 同学那些同学很纯情的 他们的眼睛很单纯的 他们都是很人的 没有可能有性病 就是因为他太单纯 好似好 没有事 就很能信他 谁知道在 有关系的时候 那些性病就传染了 而有性病很多时候 是没有潜伏的 有八成的性病是潜伏的 那潜伏是 那你说 那没有 好像看不到 那就好了 不是好 因为他潜伏 他带菌 他带菌的时候 传给你 可能你又是潜伏 那你就带菌者了 又可能你不是潜伏 那你就爆出来了 那就是 这个世界很多的瘟疫 还有爱知 也是有潜伏期很长的时间 那这事情 告诉我们知道 圣经所说的事 为什么会逢一声 在这个短的时间之内 全部应验呢 就是你越看越明显 新闻都经常说的 那我希望大家会醒了 有时候人们很久都不醒了 比如说 老师说 下个礼拜考试 可能你一边玩 那你考试 哎呀不要紧 老师说了 这个考试很重要的 影响你将来前面的前路 很重要的 那你说 不要紧 那就可以了 到时就可以了 那你不听那个警告 到时一考 原来是这么难的 而考完之后 原来 我去不到哪个大学 原来的后果 有时警告了你 你不知道 那同时 这些普通的警告 圣经的警告 我们会说 哎呀 是这样的 叶牧师 常常都跟我们说 世界每日要回来 说来说去 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说来说都没到 但是你想想 为什么会这么多事情 从事发生呢 是不是我们能够 控制到这些事情发生呢 或者说是真是神所掌管的呢 我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 会说 哇 世界真是这个末竟 尤其经济 现在这个经济的情况 我们不知道会有多久 即影响有多大呢 我们不知道影响 那你说死了 那我做工怎么办呢 即将来没工作怎么办呢 你就呼求神 耶稣说你是真神 你会帮我的 但是有些人就这样 他说我只是呼求神 帮我找工作 不过就不用去天堂了 总之你帮我找工作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他就说 我有危难你帮我了 但是呢 神是要我们回到他面前 你悔改认罪 那其实悔改认罪难不难呢 是不是很难很难 他说哎呀我有罪 我承认我的罪 我跟从主耶稣 耶稣你做我救主 我愿意跟从你信靠耶稣 是不是很难呢 其实不难 你会发觉有帮助有力量的 那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些事情呢 现在经济情况你留意的新闻 你留意的新闻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呢 越来越多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一个提醒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末期的时期 的局里面了 哎呀 这样 那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地球变热了 那我们看到呢 地球就是说 越来越热了 是我们现在都感觉到 不过三藩士就不是很感觉到 所以呢 三藩士人呢 就会沉醉在梦香之中 在周围的地方 他们周时是一百多度的 但是我们感觉不到 有很多地方 旱灾都很重要的 我们三藩士用水呢 都是很随便的 但是其实已经有警告 三藩士的水呢 是在短缺的 将来是会滞水的 那也有一个网呢 就是有些人 放了视频上去 那个网是说什么呢 那些人放上去 就 他说 将来会怎么样 他说是估计2015年 2030年 2050 还有到2100年的时候 这个地球帖 他其中在那里说 他说呢 其中一个人说过视频 他说 我今天又不上班了 因为今天有水了 那有水呢 我快点用水来做事 那明天没有水 就上班了 那其实有没有上班 都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就是说到时 制水的情况 所以你现在用水 不要用那么多 三文字也是靠很多山上的雪 那些雪 那些雪当它融掉的时候 将来就没有水在流 全世界都很多地方都是靠雪 融的 在喜马拉雅山上高的雪 是让很多这个世界上 很大部分的人 在那个地方的 当雪融掉的时候 就有些河就干了 那些河干的时候 它们也会有很大很大的 就是旱灾 还有很多人会走到这些地方 有很多这些打仗 当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圣经就说你不要害怕 因为你要挺身黄手 因为你得熟的日子近了 因为我们有耶稣 真的要救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是在发生这些事情 我下面那里就写了 新年那些你可以跟旁边拿一张纸 你可以有些人一起用 我讲出有几样东西 我都要讲一会 我这先已经讲过了 第一就是 2012年6月6日 我写了一些时间在这里 金星会经过太阳和地球的中间 上次经过的时候 就引起很多火山的爆发 那今次又再经过 所以在6月6日的时候 这个66也很特别 你知道圣经说到 蛾鬼的数目是什么 666 这个就是66 那就是 在那时候 就可能会有火山爆发 到时都会听新闻 会有讲到 金星会经过的 那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这个Benas 金星经过的时候 会引起什么影响呢 第二就是太阳会11年 而下一次就是2012年 就会有极高的辐射 即是它的辐射有高又低的 而它南北极的磁场会倒转 就会发出大量的辐射 可以破坏我们整个臭氧层 我们的臭氧层很重要的 我们的臭氧层是保护我们地球 很多的辐射 就是有很多辐射去到臭氧层 就会挡住的 那当这个臭氧层 现在已经穿窿了 再穿窿的时候 那些辐射就直入了 所以这个呢 是当时会有很大的破坏 还有如果有加码线 一射入地球呢 也是很严重的 就是那个破坏是很严重的 而第三样东西呢 这是二万六千年才一次发生的 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以上这三点 都是一个科学的事实来的 就是地球会横过银河系中间的平线 有没有见过银河系的图吗 有没有见过银河系的图吗 有没有见过 一个碟形的转 那它中间线呢 就是它最初 我们现在地球是在上高的 那它现在在下跌 就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如果你用一个视频 那它一直在上高 现在在上高 那一落到一点的时候呢 忽然间周围那些星球的影响 就忽然间加强了 那这个影响会怎样呢 我们不知道 只有一个火星 就已经有禁星 禁星已经有这么大影响了 那如果这么多星球的时候 会怎样呢